呛呛三人行 新疆节级事件 咱们跟着一块高兴 奖励已经达到了几千万 听说社会上还有人要给他们发奖 我们现在先算一算 这一班机组人员和乘客 629累计受奖 这已经是过去的数字了 现在有说三千万 有说六千万 你看新疆的区委区政府 奖励机组成员 各十万元 机组五十万元 海南省委省政府奖励 这十万元 美人十万元 机组五十万元 中国民航局一百万元 海航集团奖励 这仨人现金一百万 三百万的房产 奥迪车一辆 机组其他成员 什么现金五十万 两百万什么房产 奥迪车一辆 这只是部分的赏额 你知道吗 他们是不是可以辞职了 已经辞职才不辞职呢 你知道现在人家微博上 网友说什么 说这玩意儿 以后你突然跳出一个人说 接机 全机旅客都笑了 头上 叮叮 头上冒错很多 好日子 好日子 可有指望 正好这中国就会变成 全世界飞航最安全的地方 这个是胡说八道 咱不要随便挑战 有时候咱们开玩笑 也很过分 这个事儿我要解释一下 首先一开始就有人点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么抵抗是不是很危险 然后经过调查之后 咱这个有关部门不也讲了吗 说你在当时这种情况下 是要击毁人亡 他就是说要毁了飞机的这种情况下 所以那就是同归于尽的结果 所以就跟美国911最后一架飞机一样 那也很感人 大家就 那你反正就要死了 对对对 所以而且有人说这个奖 但你们这个也可以评论一下 昨天我在深圳台看一节目 还把两个份上一个对比 你知道最近有个好人好事 就好人好很多 在东北那边 三个农妇 前面铁路上 那个是山体滑坡还是什么 大石头 弄了铁路 前面火车 有客车 有几节货车的 几百乘客三个农妇奋不顾身 就招手 站在铁轨上 蓝停了这个火车 然后第一时间 就是这个铁路的什么路段上的人 就先拿600块钱去看望他们 然后这个三个农妇不要 到后来 这个更高一级的铁路部门的 就专门开这个表彰会 说这次一人给1000块钱 但是三位农妇 说我们不是为了钱 那个火车上那么多人 我们应该这样做 但是你觉得 这两件事能放一块比吗 有人这么比 说你看这三农妇 给人600块钱 1000块钱 这个街机呢 有图是吧 我们可以 看 这就是三位 这个奋不顾身 救了一车人的 这个三位东北的农妇 但我就不论这么比了 就我觉得这种 我觉得我们不要从 首先我们要肯定是人家已经救了人 就已经是一件义举 救了人之后 既然不接受奖金或者奖励 那是另一件事 我们肯定的是前面那件事 我们不能用后面那件事 他接不接受 接受的额度有多大 来返回来去说 他前面那件事做的好不好 或者光不光彩 因为任何人在那个场面 在飞机上也好 在铁轨上也好 他要救援的时候 他首先想到的 恐怕不是 我之后会得到多少奖赏 是 对不对 他们批评的意思 大概是说他讲的太少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就是飞机上讲的那么多 那边讲的这么少 不过这个 建议勇为 好像奖励 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这不可能有统一标准 这哪有 这机构都不一样 这个没矿使难 要有统一标准 这哪有统一标准 你海航是全中国 其中一间服务态度 最好的一个航空公司 铁道部是全世界 其中一间 最领先的 最领先的 速度最快 速度最快 最领先的 这两个部门没法比 对不对 他们现在奖赏的这些人 是公职人员是吧 是飞机上的机组 但是我听说乘客也有讲 乘客是终身免费 做海航 所以你要说多 其实这看怎么说 要叫我说 不算人命 一架飞机多少钱 对 对吗 那你说值不值 讲他一个亿 你也不能说多这种事 而且何况后面还有一大堆保险 赔偿 万一争出事的时候 好家伙 整个公司的商业 但是纯粹算经济上呢 刚才我们几个摄像已经帮他们算过了 他说他们根本不用出钱 因为他讲奥地车 奥地说不定有赞助 他讲的房子 那些房产 说不定也在里边是广告 所以他逮啊 就是说他整个这个奖励活动啊 纯粹从经济上来讲啊 他们肯定也是有 不过我想说也有一些好人好事 是不得奖励反遭 也不能叫惩罚吧 你说前上个礼拜还出一件事吧 挺闹的挺大的 就是湖南不晓得哪个地方 就是反正一家三口 在河边玩还怎么样 然后不小心掉到水里头 浴溺 然后当时正好有人经过 然后那个人呢 一个人下去 把一家三口都救上来 没想到救了三个 再上来之后 他自己体力不济 在河里头又轮到他遇险 然后呢 这时候路边也有人过来就喊 就说预备要下去救那个人 那这时候呢 到最后没救成 但有意思的是 这个被救起来的那三个人 那一家三口 就走啊 然后呢 旁边的人还指着拉 那救了 你们上来 再下到下到 他自己快死了 你们怎么能走 你们要帮忙救人啊 然后其中一个 好像是妈妈还是什么 就说这关我们什么事 这不关我们事 就走了 你听过这事 真顺的 就是就是就是 我就看见他那标题就说呀 说连声谢谢都不应该吗 人家舍声救了你 就是说关我什么事就走了 这什么人都有 结果那个救人的人就 死了 哎呦 这真是 所以什么人都有 但是海航这个 这件飞机这个事啊 你们到底清楚不清楚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听说是 截击犯正好撞到一飞机的公安 他们说 西方世界这个妖魔 他是从欧洲 对我在欧洲听到 他们说 他们说中国有个截击犯 上去截击 结果半飞机都是公安 真好受完训 拿他当靶子试验一下 抓住了 你在哪看呢 我就是 我也不知道 是人家跟我说的 就是这么一句 所以我的印象就是 截击犯撞到半飞机的公安 是不是这样 不止反华媒体造谣 就我们 自己中国人也爱造谣啊 比如前阵子 你看过一个图片没有 传得很火 说什么被人揭发了 说太严重了这事 骆家辉啊 骆家辉本来已经闹得够 够大了是吧 街上又吃炸酱面 又又坐经济舱 又排队买咖啡 被人拍到一张照片 他在北京搭公交 背着个背包 穿着他那种美式的格子衬衫 戴着个耳机 还在那搭公交 就有市民 我居然在公交上 看着骆家回来拍下来 然后网上疯传了 微波上走 可能是有个人跟他长得像 对 没错 但是当时我也吓一跳 说不可能吧 然后我就首先是看到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 我有一些评论是说 骆家辉 你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然后后来 后来看 原来是个 好像经济观察报的记者 长得像骆家辉搭公交 能长得像他也真不容易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